作者,巴托埃尔默尔,俄亥俄州立大学环境史助理教授,来源,观察者往随着战争的爆发,马帆开始浮出水面。 从1939年开始,欧洲的用堂大户担心未来的进院和其他贸易争端,与国际重职者签订了大笔这堂订单,希望提前做好原料储备。 这样的囤积行为,使得这堂的价格急剧上升。 最终,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应急管理办公室,办公室下的价格管理办公室, OF F I C E O F B R I C D E D M I N I S D R A T I O N 检线LPA,采取了激进的措施,以阻止需求量级增下的通货膨胀。 在1941年8月,规定了这堂价格的上限,为3.5美分每磅。 可口可乐公司这样每年这堂消费量达两一磅之多的用堂大户,无疑是欢迎OPA制定的价格上限的。 可口可乐公司承认,在暂时需求量大加之这堂贸易中断的情况下,政府的干预阻止了这堂价格的加速上涨,也缓解了失控的通货膨胀的威胁。 OPA对日堂的价格是至少闲的干预,帮助可口可乐公司,在不稳定的市场环境下,避免了巨额的损失。 当可口可乐公司还在对政府的价格控制干预措施,拍手较好时,由生产管理办公室OFFICE OFPIODUCTRONMANAGEMVNT,简写为OPM提出的这堂用量限制让工。 自范勒南,OPM是暂时生产委员会,Wall Production Board简写为WPB的前身,这些限制于1942年1月1日生效,规定可口可乐公司及其他软饮料生产商必须将这堂用量控制在1941年总消费量的70%以内。 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们都该向规定暴跳如雷,因为政府的这项限制必然会严重影响可口可乐在国内的销量。 对此,公司总裁本杰明奥勒特、Benjamin Overt以及公司在华盛顿的舒克,决定避开OPM的限制。 在OPM建立生效的数周之后,写信给罗宝特·伍德拉夫,建议公司考察在加拿大、墨西哥、夏威夷、古巴、波多利克、维尔金群岛的美国国土治案的地区,生产可口可乐糖浆的可行性。 若若可行,便可将在这些地方生产的糖浆运输到国内进行销售。 最终,亚特兰大总部开会商讨了该建议,发现若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生产,所发生的运输和进口费用将会与所获利润相抵。 于是,奥勒特决定派人接触OPM看看是否能找到办法解决公司遇到的这个麻烦的这堂问题。 本杰明奥勒特是联络可口可乐公司政府的不二人选,他有任有余的周旋于双方之间。 在1938年加入可口可乐法律团队之前,他从1935年开始在美国国务院做律师。 他正是罗勃特伍德拉夫所喜欢和欣赏的类型,是一个具有敏锐的交际头脑,能够帮助公司拓展新市场的得力助手。 作为长青藤大学的毕业生,他十分聪颖并且自信,能够熟练解决棘手难题。 而这种不可多得的能力,是商界和政界的高度认可的林登币。 约翰逊·林登币·纳斯托克总统1967年将奥勒特从可口可乐公司请出,邀请担任美国驻巴基斯塔大使。 担任大使时的奥勒特,图片来源,Wiki警出。 乌德拉夫让奥勒特处理一些与国外销售有关的纠纷,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凭借奥勒特的才能,他去与华盛顿的官僚们进行协商,可能会让棘手的问题变得比较容易解决,不出几年。 他就成为了公司最重要的政府关系联络人之一,奥勒特根据他在美国国务院的工作经验,认识到了要想实现可口可乐公司的目标。 必须向政府证明,增加可口可乐的这套配额,是一个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他再次拿出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宣传口号,也就是将可口可乐定位成一个一新为战兵中的国家做购献的公民。 该产品能够给这个为战争所类的国家带来能量不及,奥勒特还把数千棒的储备这套提供给美国军队,以表示对于国家的支持。 从而改善公司心理的和公共关系的地位,这种策略十分有效。 各大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例如华盛顿邮报刊登文章报道了可口可乐公司已低于市场,价格的优惠价格,向政府提供这堂,称赞可口可乐公司,再次为政府写中送他。 在美国公众的眼中,可口可乐公司牺牲了小我,成就了大我,绑住联邦政府解决军区却不求回报。 图片来源,Pinterest实际上,可口可乐公司一直努力利用自己的慈善行为赢得民心。 公司内部最重要的策划者就是可口可乐公司的高管埃德弗里奥和弗里奥他,精通华盛顿游说策略。 历史重现,政府与可口可乐公司之间的边界又变得模糊了,双方的利益变得好像很一致。 除了为可口可乐效力,弗里奥还是战时生产委员会饮料和烟讨分会, BVVRJJNDTOBSCCOBRA1CHOFDHWPB的移民顾问。 在政府工作期间,弗里奥一直试图将可口可乐公司在战事生产委员会的这堂分配表中的地位, 把可口可乐与糖果等奢侈性用途区别开来,设定为战事必需品。 在向可口可乐瓶装厂Coke-Cola Butler杂志解释公司的主要目标时, 弗里奥说道,我们现在正在不屑地让上至政府的高级官员, 下至每天辛勤工作的普通人知道,可口可乐是不可或缺的, 这种努力并没有白费,正如民众需求实情报告, CIVILIANIQIRIMENTSBEDROCKIPRT所提到的, 可口可乐产业中,至少65%的产品都在为维持知名士气作贡献, 实情报告还将烟草看作战事必需品,并建议政府采取相应措施, 保证1941年生产烟草的71%能够为市民享用。 可口可乐对于美国公民的健康和幸福而言,显然并不可少, 除了在华盛顿进行游说,可口可乐公司还利用公司广告中, 请报的公众人物影响政府的政策。 可口可乐的营销团队在1942年发表了大量出版物, 例如暂停休息对最大化作战努力的重要性, 以及在冰中的软饮料, 将可口可乐描绘成美国工人日常必备的能量来源之一, 大量的宣传材料都在产明一件事。 那就是, 可口可乐是传递精神和化学的能量的媒介, 为美国的民众带来健康与快乐。 为了回应那些质疑可口可乐功效的人, 可口可乐公司组织了一群科学家进行回击, 美国公共卫生局医务长关托马斯帕伦·Thomas Barron对此慷慨细扬地解释道, 在神经紧绷的时刻, 英国人会来一杯茶, 巴西人会来一杯咖啡, 而美国人可以来一杯碳酸饮料。 一扫之前的疲惫雨不快, 放松之后, 他们会精神满满地回到工作中, 而这样的一杯小酌并不会增加经济的压力和负担, 也不会因过度引诱带来身体上的不适。 最终, 联邦政府卖了可口可乐公司的账, 把该公司的这堂配额, 提升至1941年这堂消耗量的80%, 而前, OPA将可口可乐公司, 从饮料与烟草分会调制食品分会的管辖之下, 将可口可乐的产品作为国民基本农业必需品进行管理, 与政府的这次交易, 给可口可乐公司带来的好处, 不只增加配额这一项, 美国军方说服OPA增加对可口可乐的这堂供应, 并要求可口可乐公司向国内以及国外的军事基地提供可乐糖浆, 在这样的安排之下, 可口可乐公司向美国军方, 无限制地提供可口可乐糖浆, 而且, 丝毫不影响向市民供应可口可乐所需的80%的配额, 这项配额豁免来自于上层的指示, 德怀特币, 艾森豪威尔, 将军在1943年1月23日给出的军事供给订单中, 就包括可口可乐, 要求可口可乐公司向军方提供相关设备, 瓶子以及美元600万份可乐, 图片来源, 可口可乐公司与之方签订的合同, 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近1944年就有2500万美元, 这不仅仅是因为可口可乐公司, 想要独占了军方市场的优势, 还因为它能够与政府控制的价格, 不受数量限制的购买这套, 在动荡的战时经济里, 若不是政府对通货膨胀进行干涉, 当时的价格将远远高于政府规定的价格上限, 在政府对价格的监管作用下, 用糖成本得到控制, 加上战时与军方之间的合作, 使得可口可乐公司能够在整个战争期间扩大生产规模, 并增加这糖的消费量, 可口可乐公司的竞争对手百事可乐公司对此十分贩路, 因为他们没有像可口可乐公司那样, 收到来自军方的合作合同, 而且, 百事公司的一些人, 还担心可口可乐公司与政府的合作, 基于政府的优惠条件, 冲击百事公司, 近期来之不易的收益, 在1923年破产之后, 百事可乐公司又在20世纪30年代东山再起, 这是纽约的洛夫特股份有限公司, Lotting总裁查尔斯股司 华尔斯股份经营的结果, 洛夫特公司在纽约拥有暑假糖果店, 在接手百事可乐公司之前, 股司在纽约的店铺, 都同时出售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饮料, 他是个脾气暴躁的人, 在20世纪初与司机的一次争吵中, 他开枪打了那个司机, 在可口可乐公司拒绝向他折价出售一批数量较大的可口可乐糖浆之后, 股司开始跟可口可乐公司过不去, 他报复性的将12盎司的瓶装百事可乐, 售价调整为5美分, 及两倍于可口可乐容量的饮料, 却与可口可乐同价, 这种策略的效果非常好, 股司在1934年凭借百事可乐, 取得了45万美元的销售额, 仅比当年的可口可乐公司上1%, 百事可乐的初步成功, 令伍德拉夫和可口可乐的法律团队震惊, 他们担心可口可乐会丢掉市场饭额, 因此决定在百事可乐公司做大之前, 对其进行打压, 约翰西布里·Jones Play于1934年从哈楼的赫西接受法务部, 成为该部门新的领导人, 1936年5月, 他在加拿大控告百事可乐公司, 有商标侵权的嫌疑, 之所以选择在加拿大起诉, 就是想利用百事可乐, 在该部属于新进入市场的竞盯着对手这个事实, 然而, 四年之后, 加拿大最高法院的裁定, 对百事可乐公司有利, 只让伍德拉夫别无选择, 只能搁置争议, 双方休战, 好像百事可乐公司可以安稳无恙地活下去了, 1938年就, 古斯不再拥有百事可乐公司, 洛福特公司的高层中, 出现了理智的领导者, 这对可口可乐来说是件大好事, 1935年, 古斯从洛福特公司辞职, 但他希望能继续拥有百事可乐公司, 不幸的是, 在四年后的一场决定性的案件中, 古斯落败, 洛福特公司继续持有该软饮料公司, 此时, 由沃尔特麦克·沃尔特麦克这个相对温和的人, 掌管百事可乐公司, 他一直在幕后, 默默地尝试化解与可口可乐公司的恩怨, 到1941年, 他成功收服了穆德拉夫, 不再继续提诉百事可乐公司, 作为交换, 他承诺以后百事可乐的广告宣传中期, 不再强调可乐高了一词, 有了可口可乐公司的支持, 麦克在古斯取得的成功的基础上, 上任后的前四年就将公司的利润发了近三倍, 1941年, 百事可乐公司的净利润超过了900万美元, 由于百事可乐公司已经放弃于可口可乐公司的恶性竞争, 他只从可口可乐的市场中挣到了一小部分份额, 因此, 当政府拒绝给予可口可乐同样的决须合作的机会时, 麦克十分震惊, 他抱怨政府建立了一个不公平的这堂配额系统, 只给予可口可乐公司特权, 这对于其他企业来说是极不公正的, 一对人家, 图片来源, HTTP, Dismore Televisiones, 他在1944年秋天给物价管理局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 表达了不满, 他争辩道, 有些软饮料公司, 能够通过与政府进行合作, 不受定量配给的限制, 以至于能够获得1941年销量160%的晶元业绩, 而与此同时, 未能与政府合作的同类企业生产量和销售量, 只有1941年的80%, 他要求物价管理局不要向某些特权公司提供配额方面的优待, 并恳求OPA彻底放弃, 助长行业垄断巨头的不公平热堂分配方案, 百事可乐公司的呼声并没有被政府放在心里, 在接下来的战争期间, 可口可乐公司继续享有与全球军事基地合作的排大性特权, 正是由于政府的这种支持, 可口可乐公司才能摇,摇领先与其对手, 公司的净利润从1941年的1990万美元, 上涨至6年后的2630万美元, 据相关统计, 可口可乐公司在战争期间向军事基地以及国内的军队福利店, 提供了100多亿瓶可口可乐饮料, 占所有军区软饮料销售量的95%, 再加上国外业务部的巨额业绩增长, 1942年至1944年, 可口可乐公司唐将销量从7440万加轮, 上涨至9580万加轮, 可口可乐公司与军方的合作为其战后的扩张剥下了种子, 战争期间为驻扎在欧洲的军队服务的装瓶生产场, 在战后的和平年代重新投入使用, 并且这些地方都是可口可乐成品成熟的消费市场, 毕竟,可口可乐已经成为解放、自由的见证者, 当美国针对在1944年到1945年间横扫被摧毁的城市和城镇时, 公民可乐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对于许多厌战的欧洲人而言, 可口可乐就是自由战士的新奔机, 因此,政府给予可口可乐的不仅仅是资金上的支持, 以及这堂特惠政策, 还为其提供了在新市场上价值连城的文化资本, 在政府的掩护之下, 公民可乐致力于提升国外民众的公众利益的承诺, 就更容易被相信, 在那些从未听说过可口可乐的人面前, 美国军队的认可, 相当于为可口可乐提供了极佳的免费广告, 作为一个第三方买家, 可口可乐公司受益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 以及整个50年代末, 穆大叔调控下的稳定的这堂市场, 战后, 美国政府通过进口配额, 调节生产国每年进口到美国的这堂数量, 来控制国内的这堂市场, 这堂价格风涨受到政府的干预阻止, 可口可乐公司才能给稳定增加这堂的购买量, 而没有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在20世纪中叶, 可口可乐公司将超过6亿磅的这堂输送到消费者的身体中, 在数额巨大的采购合同下, 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价格波动, 都可能会给可口可乐公司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可口可乐公司只能在一个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中茁壮成长, 而这个人为了稳定的世界, 只有在强大的联邦政府的干预下才能存在, 它使得原本混乱的市场, 朝着有利于大买家生存的方向发展, 回过头来看19世纪末期, 可口可乐公司成为了美国精炼企业关税保护, 在热带国家的军事占领, 以及国内种植者补贴的受益者, 这一切使得全球的这堂产量大大增加, 配额和价格管制, 是国家援助的最新举措, 与政府早期为防止大宗商品供应链崩溃做出的决策同样重要, 可口可乐公司经历了政府在20世纪, 20年代放弃这堂价格控制的恐慌年代, 同样的情况在1974年重现, 在这些时期,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 不受监管的市场竞争, 产生了商品价格高涨, 与低落循环交替的局面, 这与美国企业的持续增长模式相冲突, 事实证明, 强大的政府对公民可乐来说是, 最有力的条件, 本文节选字可口可乐帝国, 一部资源掠夺是第三章, 授权观察者网独家发布可口可乐帝国, 一部资源掠夺是美巴托J, 埃尔默尔助林向三章雪原意, 隔制出版社, 2018年4月HTTP, www. 关卡, C-R-T-Wilmo 2018-0719-464-732-S, 史与美国企业,